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 马晓光有特别讲到 所谓的九二共识 就是所谓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你这个都没有去落实 而且你抹黑九二共识 然后现在民进党 都把九二共识变成什么 是一国两制 所以这个是在两岸的对话当中 很大触礁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他也特别讲到说 回应邱太三说 希望两岸能够怎么样 春暖花开 其实马晓光也说 春暖是需要什么 东风啊花开是需要语录啊 那重点就是九二共识嘛 不是所谓的一国两制嘛 你民进党不要再乱讲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我们叫中华民国 那大陆呢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但是我们又看到苏贞昌呢 苏贞昌他好仇视啊 他一直称所谓的武汉肺炎 而且还说这是因为起源于武汉嘛 武汉呢也是一个封城嘛 第一个封城的地方 所以呢可以看到呢 他讲说 只是有利于辨识 就像呢病毒来之后发生的变种 也会讲英国的变种病毒啊 还有德国麻疹啊 日本脑炎啊 香港脚啊 都是同样的道理啦 老师你怎么看 我们希望两岸能够有一些好的对话 但是就有这一些人 被马晓光说 就是那一些人 那群人就是苏贞昌 在搞这些破坏不是吗 我一直以为说苏贞昌院长 其实做的时间也差不多 说这个经历够了哈 那但是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讲内实在话 也许他真的是被苏贞昌院长 还有新潮流 在内政的议题上 在经济的议题上 我觉得真的有被架空的感觉 而使得台湾现在 其实我们除了在防疫 以及在这个抗中反中的议题之外 我就不知道说 我们到底在其他的层面 是不是除了吃老本 依照过去的所建立的基础 继续的延续下去之外 还有什么这个让人觉得很 就是说新鲜 或者是说觉得愉悦的地方 特别在这个政策层面 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虽然当然因为这是COVID 这个新冠的关系 我们对大陆的出口的增加 不管是谁依靠谁 基本上当然是相互依存 对不对 因此这个出口的这个增加 那这也是事实 美国对我们的这个 半导体采购也增加 可是各位 那半导体的采购 虽然像是这个电子电机工会 他们的成员加起来 占台湾的GDP的50%的这个出口 可是呢他有多少这个会员 员工劳工 其实很少耶 绝大部分事实上 在从事的时候的服务业 而这一些产业 里面传统产业到服务业 事实上在对断过程当中 事实上这个股票也跌 然后呢薪水并没有任何的提高 所以这个时候 蔡英文总统针对书贞昌 是不是能够有一些 就是在内政上 不管你要不要换他 你们能跟他去做一些 这个全面性的这个检讨 有一些新的这种诉求 第一个 你可以新的诉求就是什么 也就是 尤其跟两岸关系有关的 你就会把这个武汉肺炎的说法 给拿掉嘛 对啊 书贞昌终于讲出来了 他说 啊以前那讲德国妈怎么戏啊 讲这个日本脑炎也是啊 还说香港脚 诶诶诶各位 你从多小的时候 你就在用这个日本 德国香港脚这样东西呢 你从多小的时候 我们台湾还要活在那个 二三十年前的时代吗 1995年WHO告诫全世界 要求全世界不可以再加地方 是 你如果就算你不听 你说我不是WHO的会员国 虽然我们很想进去 对 那你总是听听美国老大哥 拜登的他的想法 他要求不可以再这么用 两度要求 现在还是这么用 严重的歧视落后 落后几十年 对不对 你可以告诉我 你到医院里面去 你去找学名 这个叫日本脑炎吗 是不是 那是一种民间的这种俗称 因为他几十年 因为过去落后 过去只有这样一个这种说法 对不对 现在大家相互往来这么多的 你用这个说法 你当然会造成别人的这种 觉得我也不是说 日本人都有脑炎啊 对不对 我也不是说香港人 都有这样子的这种狡气啊 是不是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日本脑炎 他是为了纪念日本人 他其实有一些新的发现 是比较正面的 香港脑炎那也是当初的背景 说香港比较闷热 所以呢 就在发现这样病毒的时候 才用这样子 那是多久以前的仇视的那种 比较不先进的一个想法 人家现在都已经告诉你说 不能灌地名 你现在不要再跟我说 啊用这个东西没有歧视啦 只不过是他这个起源 因为全世界都这样子指责 全世界都在说 包含拜登总统都在说 用地名就是歧视 有听到没有 用地名就是歧视 美国爸爸说话了 苏贞昌院长 用地名就是歧视嘛 是嘛 啊他就是听不懂嘛 他跟那个陈时中都一样嘛 都在用所谓的武汉肺炎 真的是严重歧视 那从小呢又灌输我们这种 仇中的概念在里面 你每天愁中连这个官员 哎上至刑建院长下到 卫福部长指挥中心 通通都在说武汉肺炎 那请问一下 我们台湾怎么跟中国大陆 来互动呢 老师讲的很好嘛 我们两岸的依存度 贸易依存度是每年比每年高 我们呢想要经济成长率 要很好一点 全世界都想跟中国大陆做朋友 那我们呢 这贸易依存度跟中国大陆也很高 结果你每天在仇视人家 因为你现在放下公布 你只要一个行政命令 是一个声明 你不需要开一个什么记者会 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 你就说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不用武汉肺炎 为了因应国际上的机构的要求 以及国际的共同的使用的方式 那你现在讲武汉肺炎 你如果打英文给外国人 他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然后事实上 当然政治比较敏感就知道 哇你这个人是极端的 就是说川普这个川普支持者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声明 这样子出来 其实也代表的是在两岸关系上面 你愿意做一个这种解冻的这个作为 你愿意去做正面的这个表述 对不对 事实上他也只是符合国际的要求 跟期待跟共同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其实可以做一个蛮有技巧 然后呢蛮成熟 蛮稳健的一个步骤 因为我想台湾人各界媒体各界也不会去批判你 你拜托一下 其实很多媒体我都知道 都记着 后面还有一个括号 新冠肺炎 因为他自己写的时候都觉得怪怪的 然后很多人在看报纸的时候呢 也会觉得啊 这就是又是个东西 他有点故意跳过那个东西 你如果不用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马上就很习惯了 对没错 我们在看到说全世界呢都有一个局势 就是呢拜登说美国回来了 美国好像要组一个抗中联盟 但是有没有成功呢 今天老师有最精辟的分析 我们先讲说好像是抗中的这个所谓的联盟失败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总统拜登怎么说 我们说呢主要市场经济体和民主国家要共同努力 应对俄罗斯以及大陆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 那包括呢从核扩散啊气候变迁啊 到网路安全等等的挑战讲了好多 呼吁美国跟欧洲盟国必须要来抵制 而且呢像是大陆啦 伊朗跟俄罗斯带来的挑战 同盟国必须要团结起来 对抗其他大陆的滥用啊 胁迫等经济的手段 欧洲媒体但是很不看好美方 说呢即便呢美方已经在政治啊经济军事 还有科技这方面来围堵大陆 但是啊经济全球化下呢 大陆崛起的势不可挡啦 所以呢美国呢在这个联盟 仅仅只能缓解减缓大陆的 迈向巅峰的速度而已啦 老师你怎么看 德国媒体很打脸美国回来了 而且他想要跟欧洲的盟国来进行相关的 围堵中国大陆 好像大家都不太买单呢 不过我们要先一个理解啊 现在在美国的国内 这个民主跟共和两党 其实基本上 都已经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崛起啊 以及对美国这个挑战是非常的警戒 那甚至呢川普跟共和党这边呢 其实都是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抱有的相当的敌视的态度 这也知道川普的后面两年都是如此 现在川普下来了 但是共和党呢 持续拿这个就是拜登的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呢 来去检视他 来去批评他 那好多例子 他们在做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听证会的时候呢 许多的拜登任命的这个官员 到现在其实16个被任命只有六个通过 对 中间有真的有一些 其实是因为对这个中国政策 他认为说好像过于软弱 而一起这个搁置他停摆 所以呢他们现在当然一方面 是中国大陆的缺席 现在跟美国的这个距离啊 越来越近了 这个作为长期以来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 现在觉得很紧张 那有一个说法是说2026或者是2028 中国大陆就会在这个 这个实质的GDP上面 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本来是2035年不是吗 提前啦 那因为这个COVID的关系 以及整个美国现在碰到了 这种COVID的这种经济的纾困 那但是呢 这个东西是有什么意义 其实美国在很多层面 你说他就算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他还是世界第一这个超强 这个大概未来的10年20年 甚至更长时间 这个问题是不大的 可是呢 虽然只有名义上 中国大陆变成这个第一大 这个经济体 就好像我们对印度是第几大 可是大概大家不会真的把印度 当做一个太严重的 就是这个挑战 那这就出现差别了 印度跟中国大陆 在整体的实力 以及这个基础建设 经济 还有这个军事跟全球影响 那当然是不一样 印度因为他同样也有 有接近14亿人口 所以基本上加起来 这个整个载体 总量是非常大 可是中国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其实已经挑战到美国的这个地位 因此呢 美国会紧张 对不对 因此他可以理解 你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警戒 不再像是以前 柯林顿或者是欧巴马政府时期 这第一点 代理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 其实是这个 就是内政的这个取向嘛 就是说如果他对大陆在这个政策上 或者是说在态度上 稍微有点示软 就会马上的被批判 因此呢 你现在看到拜登从他 到他的这个阁源 在讲话上 在发言上 在声明上 都很这个强硬 可是第三个 为什么这个因素 因为这种 讲话强硬 声明强硬 这个不花钱的 这个成本很少 而不需要真的去打贸易战 打科技战 甚至军事去直接挑衅 那个很危险 那个成本也高 那个会影响到美国企业 美国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呢你现在要接下来看 我一直提醒大家 也就是什么呢 你要再接下来看他实际上的政策 因为他现在是讲大话 讲硬话 硬中带一点软 将来的政策实际上是什么 因为我再讲掉一次 讲大话是不花钱的 成本最少的 而且有内政上的需求 他怕被这个被指责为示软 而且美国现在媒体 大家也都喜欢这样讲 你如果一下软下来 基本上其实可能就会被人家 觉得说你对中国软弱 太卸软了 可是呢也许举例而言 我说我如果今天拜登 我说明天下礼拜开始关税减少百分之 这个从百分之二十五 减少到百分之二十 然后我们再做检视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增加 结果实际上再过一个月 他再减少百分之五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严加的监督批判 然后呢如果不行我们再增加 再一个月他再减少百分之五 但是呢如果他不行的话我们再 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实际上的政策跟他讲话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艺术 对啦 我们的蔡英文政府 如果能够学到这一套的话 我也蛮佩服他的 但是呢蔡英文政府会学吗 人家都已经告诉你 不能讲武汉肺炎了 我们的苏贞昌还是在讲嘛 所以他完全不会那个 至于欧洲啊 欧洲就不需要去跟你讲硬话了 对不对 他就跳过你这个表面上的这个说法 因为拜登也不断的讲说 我们是民主的 他们是专制的 对不对 所以呢在打这个价值战外交 人权外交 但是呢各位 从以前到现在 讲这个东西都是一种 就是讲比较强硬的这种发言 可是后面的政策呢 也都是有限 变成媒体 为给媒体的一个最主要的诉求 你人权的违反或者是制裁 其实总是有限的 对不对 那而且事实上等于是说 在他其他政策的 就比较务实的做法 某种程度做一点这种遮掩 因此我是觉得 德国法国 三个原因 慢慢的要跟美国主这个 西方欧美的 就是说反中 抗中了不能讲反中 应该是对抗中国 这两个不太一样 抗中竞争大联盟 不太买单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欧洲看待他自己的安全跟经济利益 跟美国在华盛顿看 已经不一样了 对不对 俄罗斯不再是他最 严重的军事安全威胁 否则你看像是在那个 德国都还有签这个北溪二号的天然气 的这个管线 然后呢 对中国大陆 因为一带一路 因为相互的投资 2月15号欧盟自己发了一个 就是这个统计的报告 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欧盟在2020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是啊 第二是美国 第三是英国 在这样一个角度 他们还有合作协定嘛 中欧的投资协定嘛 投资保障 全面投资保障的这个协议在12月30号所签的 是啊 这第一个原因其实欧洲看这个经济跟安全 的这个角度已经跟美国不一样 一起走向所谓的战略自主 那第二个其实是 那个 美国作为继续的领导者的这种可信度 我觉得是下降 你知道 因为川普嘛 已经让大家觉得很不信任美国嘛 那第三个呢 美国继续领导过去那种模式 就是我领导你跟随 老大哥心态 我领导你跟随一个前提 是我要走的前面 我要走的前面 Follow me 对不对 但是现在看起来第一个美国的这个Leadership 已经不是那么的可信赖了 因为他会随时 他的内政的这个变化 会影响到他的外交政策 那另外一个呢 美国的这个Follow me发觉到他 这个实力下降 对不对 日渐这个衰退 是 也不再是Follow了 而是你走到前面 你先去这个帮我打这个先锋 就变成这种代理战的这样子概念 所以欧盟很清楚 他就说 我们虽然跟你在 针对中国大陆在很多问题上 我们有一致的立场 但是呢 你要我去组这个抗中的联盟 我们对这个东西 警惕不明 对啊 这个美国好像是怎么样 是怎么恐怖情人在做情绪的勒索吗 为什么这么说 就说 我们美国跟欧洲 我们都是民主的国家 所以应该要站在同一阵线啊 你不能跟中国大陆跟狗狗抵押 不能跟他交好啊 但欧洲有那么傻吗 第一个他们要为的是自己欧洲的利益 你这个恐怖情人来讲的正好 恐怖情人对不对 而且还情绪勒索啊 我们都是这个民主国家 你不能跟这个中国大陆 就开始炒作这些东西 所以呢 你知道除了刚才讲的G7之外 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呢 拜登有一个很大的讯息说 来我们来往前面看 美国回来了 美国优先的年代已经结束 说川普的时候 美国优先的年代结束 但是啊 好多人给他打脸 来看看谁 是马克宏法国总统说 来我们他怎么说呢 战略自主的概念呢 解释美国的战略目标 比较关注于亚洲啦 特别是大陆啦 所以呢欧洲 不能再过分的依赖美国嘛 你看马克宏就说 我们不能太过分依赖美国 那梅克尔呢 德国总理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的利益 不会永远都一致的啦 暗示呢 德国应该与中俄的手法呢 和立场将会 难与美国完全一致嘛 所以呢你看 两大欧洲欧盟的重要国家 马克宏 还有呢 梅克尔都这样说了 咖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